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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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鹏不是香港的 那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词 他有没有可能 不是解放前潜伏下来的 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从境外渗透进来的 杨诚 到 明天你跑趟市局 查一下近期的入境记录 去 忙活了这么多天了 让徒弟们也休息一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老所长 我有个感觉 这江鹏啊 离咱们是越来越近 可就是抓不着他 陈主信 咱们现在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跑不了他 就是因为掌握大量的信息 就抓不住我这儿 所以我才 所以才着急 对吧 没着急 他望中之鱼 早晚的事 我可是很少看你着急啊 放进好了 我缠着住气 校长 他来了 坐 远达 茅台啊 在外面就闻到香味了 小半个月没沾一滴酒 还是站长了解我呀 出门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 那边没人盯着你吧 没有 我小心着呢 东西都烧了吗 烧了 明天一早送你走 今天不用回去了 那边我派人去收拾 送醒酒啊 那我得多喝几杯啊 来 站长 好吃 听说家里来人呢 一个特别人 是个厉害的家伙 能让站长你福气 不容易啊 送我走 是他的主意吧 是共产党的主意 必在这份上了 不走就是死 那老外和鬼子怎么办 你把节奏方式告诉我 剩下的 你不用管了 跟我一小二十年 战场不嫌弃的话 送给你 你留着吧 你留着吧 出了京城 你比我用得着 好 在确认你顺利离开之前 我的车 会一直在这儿等着 万一有情况 你马上回来 知道了 好 你好 同志 你好 同志 谢谢您配合 你好 同志 你好 同志 谢谢您配合 你好 同志 你好 同志 谢谢您配合 谢谢您配合 你把这太简单 根本走不了 怎么办 我去 杨定特征了 又来了 我查一下 好嘞 好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新送来的投冲事员交代材料 这个我先用一下 同志 你还没签字呢 走 你好 同志 请一下车 给我检查 我去农场拉点大米 去捡一样后备酱 吃烫吗 不是他 房间社长 谢谢陪我 好 欢迎 喂 等师傅 查探业 试试区 知道了 好 今天不懂了 看样子王哥 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 我上里面迷一会儿 其他还走 去吧 这六所学校的 所有教职员工的履历 都非常清楚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而且入境人员里面也没有 好 告诉我教的材料 你看看 江彪 保密局北京站行动处二组 雇佣外勤 擅长用刀 绰号无声手枪 大爷 打个电话 好 您打 您打 有啥 怎么认识 Чтобы 尋 组长 需要的东西都在里边 总不到里边 江棚 不做 组长 他怎么办 总统让他一直藏在我这儿 他住什么地方 黑之幕互动 45号 连去什么人 脑连口 耳朵不好 天黑就睡 宋大慧君 剩下的交给我 组长只是要 该总办总统 好 首长好 首长好 王清江是吧 我是王清江 请坐 我是北京前夫小组 二组的副组长 是非约案那时候 妥称过来的 那您说一下 您了解的情况吧 当事人的名字我不清楚 我就知道他的代号叫做维甘 北京解放前夕的时候 北京站站长王浦臣 他是江山人 他和毛仁凤是老乡 进他求情 毛仁凤默许了他的难逃 在童秦的情信中 旧违干 后来安排上海潜伏人员的时候 他提起了北京 有一个外星 叫做江彪 因为刀法好 所以号称是无神手将 希望从北京把他接过来 也训练那些长期潜伏的人员 至于后来的情况 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维甘后来去哪儿了 这个我真不知道 因为后来我也参加了潜伏任务 就不知道他这个人了 有可能是去了台湾 有可能是换了代号 这个代号我有印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被击逼的 江鹏这个名字 您听说过吗 我看过通缉令 首长是怀疑 江彪化名成了江鹏 有这种可能性 江鹏 他有代号吗 目前我们查了保密局北京站 所有特务的档案 还有他们的交代材料 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江鹏的信息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不属于保密局体系的 而是党同局 或者是国防部二厅的 要么就是外情 你能讲讲这个外情的情况 我们保密局的外情有不少 都是各个部门负责人的 个人补装 基本上不登机在策的 就像我在第二行动小组 我们也是边外人员 许中尧上缴的特务名单 就没有我们的名字 像你这样的外情人员 在北京还有多少 据我所知 成体系的 我们是最后一组了 好 谢谢 你提供的情况 对我们非常有道理 希望这些情报 有用 我回去再整理整理思绪 发现什么有用的 我再汇报吧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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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说 刚才的情况 怎么看 假设这个王青江提供的这个 江镖就是我们要找的江鹏 不用假设 我敢确定 就是这个江鹏 王浦城时期北京战名册里 很有可能就没有登记过江鹏的名字 不 就算是登记过 王浦城仓皇难逃 徐宗瑶紧急接手这个烂摊子 外情的名册丢失了 或者江鹏退出了 都在情理之中啊 林思学的家人被骗南下 应该是在王浦城逃跑之前 也就是说 江鹏即使退出了保密局 在没有和他们联系的情况下 还是很有可能知道 林思学的情况的 那你的意思 这江鹏是单打独道的 不大可能 首先 江鹏在保密局的级别很低 不大可能接触到 争取大学教授这样的任务 其次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 充其量 也就是一些小大小浪的破坏活动 再这样 先骗得图纸 再通过排水系统渗透 到天安门进行刺杀 这种计划 怎么看 都像有欲望有组织的跌幅活动 也就是说保密局和江鹏 又取得了某种联系 是的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 江彪和我们掌握的江鹏的情况 基本相符 应该可以确认 江彪就是江鹏的部分 我们还需要跟市局的同志进一步全 是 是 好 同志们 让大家加班 是因为有紧急情况 这期案件是不利派专案组 特别调查的 涉及到国家的安全 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 另外 从现在起 所有的工作内容 都属于局面性质 大家一定要保密 工作内容很简单 从北京户口登记里 找到这个人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好 搞定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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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真的很棒 赶快 我也想想想想想要 可以 死了 好 哦 我们去看一下 您好 公安部张汉超 首长您好 这下段飞 林先生的学生 叫我张副处长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张副处长 请坐 这是我的同志李文蕾 您好 林小姐好 自我接下来一下 在新南联大时期 我追随林先生学习古建筑 林先生对我非常照顾 后期因为家庭原因 我战长到了香港 前几只 听说先生遇害的消息 我就急忙赶过来 为先生处理后事 来 这个是我的介绍信 香港奎勇商贸公司 是来惭愧 在下已不做研究多年 现在从事不能贸易工作 真是愧对了 现场队伍的栽培 段先生 我们新中国的建设 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这次回来 有没有报销祖国的打算 不知道张副署长 对林先生的家卷了解多少 那不妨说来听听 解放前夕林先生的家卷 被国民党都骗到台湾 至今跟先生不同联系 恐怕现在连先生遇害的消息 他们都不会知道 我这趟来的主要目的 除了为先生处理后事 还想把先生的骨灰和他的遗物 想亲手交给师母的手里 我想等我完成了心愿 再回来报销祖国不迟 好 您原室的案件由我们负责 如果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来找我们 太谢谢你们了 我听殡仪馆的同志说 林先生的遗体 现在还属于破案的证据 还不能火化 我想问一下 案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 你们的通缉令我看到了 那个叫江萌的 希望你们找着抓住他 但是林先生一见书胜 怎么能跟特务扯上瓜葛 会不会是搞错了 这个你放心吧 肯定不会错的 我明白 现在案件还没破 你们的工作需要保密 我住在社科院的招待所 有什么情况到这里联系我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告辞 段先生 我可以跟你说一句 我们的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相信凶手不日就会落入法皇 好 太谢谢您了 谢谢 段先生是什么时候到北京啊 我昨天刚到 那你来得挺快啊 从香港到北京 至少需要四天的时间 说得没错 我碰巧在天津晋库 那真是太巧了 段先生旅途落盾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送你 你就 soybean 吃了 示范 我觉得还好 Gin darum 怎么 组长 你怀疑这个人吗 我才把安泽的进展情况 透露给她 她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时间对不上 如果不是真的的话 她的反应也太快了 那如果不是真的的话 她还会有什么目的呢 林四雪死了 江鹏暴露了 她这时候才来 确实是没有动机 对啊 职业习惯吗 还是去清华大学 核实一下她的身份 是 我好想找着了 我好想找着了 不是这个 要是这样 没有 你打个电话 好的好的 要回游小学 回 回去了吗 回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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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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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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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伟磊 请接 是 刘伟磊 请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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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装的是钱 我估计应该是他们的活动经费 好 你看这个 还好没完全烧干净 如果要服务员 需要多长时间 把刘伟磊 请接 最少的问题 抓紧 好 好 江鹏那把匕首 已经送法医化验了 上午应该就能出结果 好的 不认识 组长 这小子身手不错 昨天差点让他伤了 咱准备什么时候伸的 我刚去接浏室看了他 这小子摔得还挺凶 说明他心理素质很好 不好对付 在化验结果 和图纸浮原出来之前 闪了一眼白身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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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好 你们是市局的吧 报告首长 是 住在正房和西厢房的 是什么人你们调查过的吗 既调查 户籍上显示是老两口 那我们进去看看 好的 刘奈 你找上去哪个门口 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是 我来 大爷大妈 我们是公安部的 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个人 住在隔壁西厢房那个人 你们认识吗 什么 我是说啊 住在隔壁西厢房的那个人 你们认识吗 是个年轻人 我是说 隔壁西厢房的那个人 你们认不认识 他睡着时说话 不用那么嚣张 部长 你们昨天晚上 不都已经搜过了吗 你们还搜啊 我不是来搜的 我不是来搜的 我是来感觉的 感觉 对 感觉什么呀 你想想你跟王林生的宿舍 是一样吗 不一样 江鹏在这住了这么久 他是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习惯 都在这个屋子里了 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感觉感觉 我们在审讯江鹏之前 一定要了解他 要不然 我们会非常地被动 你看啊 江鹏除了匕首以外 就没有准备其他的武器 说明啊 他对自己的刀法非常地自信 也就是说这个人 非常地自负 也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地自负 大爷 我是说 隔壁那个人 你们俩认识吗 我听不见 谢谢啊 我吃过了 这个李文蕾他干什么呢 这大嗓门 我在这儿都听你了 这说明那老两口啊 耳背 对 有道理 组长 那我问一下你啊 那你说 这个江鹏抽大千门 什么意思 他们经费那么紧张 他还一定要抽 这么贵的大千门 而且你发现没有 放着烟盖不用 他把所有的烟头 都扔到了这茶缸子里 说明啊 江鹏这个人 自控能力非常地长 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 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我感觉 江鹏选这个屋子住 聪明 说说 安全呀 你想啊 这隔壁屋 老两口 耳朵背 对 要是我万一出什么事 我都不用跑 直接躲他们的屋就没事 没人发现 你说 谢谢 没带绣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找谁啊 请问刘全刘处长住这儿吗 是住这儿 我找他有事 先生不在 那刘太太在吗 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子的 有刘处长的一封信 记错地址了 我给他送过来 那您直接给我就可以了 这个恐怕不太方便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太太也不在家 您请回吧 等一下 太太 刘太太好 您好 我刚刚听说 您有我先行的信 对 是刘处长的信 结果寄到了我们单位里 我是秘书处的我姓张 谢谢 这家里有点乱 就不请你进来坐了 失礼 没关系的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慢点慢点慢点 怎么了 你们啊 我还以为是杨诚呢 这么快就复原了 能确认是那张吗 基本上可以确定 而且 现在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看 看见上面这编号了吗 这个呀 应该就是古建局存档的编号 我已经打电话去问了 让他们查查海水图的编号 是不是这个 全部复原 还需要多长时间 就差最后一片了 幸亏咱们有黎生同志 要不然最重要的证据就没有了 幸亏你们把杨诚同志弄走了 不然多够一天的时间我都弄不完 说什么呢 你别过来千万别过来 这是重要证据 什么意思 就好像我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 你不认识 你不是吗 化验结果出来没有 出来了 跟林思学的伤口基本上门了 看来可以提谁了 草兰的那套设备还可以用吗 没问题 好 同志您好 您好 我们这是公安部的 你们请跟我来 好 说吧 秀明 你谁啊 凭什么抓我 江峰 你的房间我们去过了 你是有销毁证据的意识 但是你不够仔细 你现在看见了 这些我们完全可以复原 这个 就是你从林思学那儿 拿走的那张图纸 什么图纸啊 你们抓错人了吧 三个月前 你冒充林思学老同学的儿子接见过 你很仔细 没有在他单位附近出现过 但你跟他去全聚多吃过一次饭吧 我们找当龙几种 因为这个 我就是求他帮我找份工作 犯法吗 五月二十一日 林思学死在了家里 经过化验 他身上的刀口 跟你昨天身上携带的匕首完全笨合 你还想抵赖吗 你随便给我找把军刺 我能给你弄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口子 你信不信 你嘴挺硬的 我告诉你 证据在这儿板着的 你不坦白也没用 我们照样可以判你刑刑信不信 江鹏 你可以不谈判 即便你不开口 你的态度 已经出卖了你 个人的破坏行为 只要证据确凿 他肯定会供人部位 只有那些 自认为背后有靠山的人 才会负与顽抗 所以 你的态度已经告诉我了 徐总谣投诚以后 保密局在北京又滋生了新的事物 你的种种输漏 让他们暴露无意 有组织 有预谋地 对天安门进行破坏过的 你会负举人 我来负举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